当地时间5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达佩斯总理府 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谈后 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兄建交75周年 75年来 双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原则 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航行 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我同欧尔班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 富有成效的会谈 就新时代中兄关系发展 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 并见证了一系列重要双边合作文本交换 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 我和欧尔班总理一致认为 长期以来 中兄两国始终是互信互助的好朋友 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理所应当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丰富两国合作内涵 愿意宣布建立中兄新时代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新起点 推动两国关系和务实合作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我们都认为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兄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双方愿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势头 加强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对话交流 分享治国理政经验 中方高度赞赏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将继续坚定支持匈牙利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我们都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高度契合 双方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经贸 投资 金融等领域合作 推进凶赛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 拓展新兴产业合作 培育新智生产力 为两国各自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助力 我们都认为 中兄传统友谊有深厚基础 双方将继续支持两国语言教学 用好互设的文化中心平台 加强体育 媒体 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 促进文明互建 民心相通 双方将进一步优化各自出入境政策 加强两国直行联系 为扩大双向人员往来 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我们都认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树立了跨区域合作的范例 中兄双方将引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向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高层次发展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中方重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认为欧洲是多级世界中的重要一级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 中方支持兄方 在欧盟内发挥更大作用 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我们一致认为 中兄两国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相似 立场相近 愿在多边领域加强沟通和协作 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当前 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式现代化将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 中方愿同兄方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兄两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欧尔班表示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在兄中建交75周年之际 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兄中友谊深厚 关系稳固 兄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双方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互利合作造福了人民 感谢中国在凶困难之际提供宝贵援助 中国是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和积极力量 兄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 赞同中方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提出的方案 兄方希望进一步提升兄中关系 在各自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 做坚定合作的伙伴 当晚 欧尔班和夫人雷沃伊 在城堡山为习近平和彭丽媛 举行了隆重欢迎宴会 蔡奇 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在城堡山为习近平和彭丽媛